LED灯创作艺术越来越多变化了 高雄第二监狱收容人就用金工艺术来结合 金枝作品从今天开始就在客观展出 透过展览舞台展现他们沉淀心灵之后 寄托于作品重现而出的心灵光芒 五颜六色的LED灯闪烁 结合金工艺术变化出各式各样的造型 在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的所有作品 都出自高雄第二监狱收容人之手 用创作来展现才华 每一件都有特殊含义 断了一条腿的小路 诉说着收容人曾经迷路的心情 路肩服行仿佛是人生的残缺 但透过其他的三条腿依旧要走出新的生命之路 而挂上了120颗星的放心 注入了期待外界能放120颗星的意念 象征意义同样动人 无论是蓄势待发还是想要圆梦 每一件作品都要让参观的人有所感动 他们都相当有这个才能也相当有天赋 能一时产生某种错误才会造成 但从他们作品中可以发现 他们应该都相当有才能的人 里面的人真的是多才多艺 如果你们进去的话你就知道 真的他们是很聪明 只是他们那个什么弄错的地方 因为最起码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不会再回头了 用精工艺术加上LED灯的作品 陈列在展场内 展现高丛第二监狱收容人的创作才华 要颠覆一般民众对收容人的刻板印象 法务部矫正署长不讳言 鼓励收容人学习一技之长的目的 还有创造重申机会 它背后代表什么意义 就让收容人习得一技之长 我们常常说 有一技在身 胜过良田千五 换句话说 我们给他钓竿 也给他一个鱼 很有意义 给机会并创造舞台 无非是希望有意悔改的收容人 能得到接纳肯定 首次举办精工艺术LED灯展的尝试 期待来自社会大众的支持 感谢欧元周福庆采访报道